不要忘了 我们有五千万华侨 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民族 有这么多海外的侨民 这是不得了的数字 好 我们现在大陆地区 台湾地区 哪一个能获得认同 也很重要 所以现在民进党的思维 他没有想到这一块 不管是仇恨 不管是偏狭的历史观 他没有办法跳脱 海外五千万华侨 大多都认同你 这个才厉害啊 为了你 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飘扬过海来看你 为了这次承诺 我连见面时的呼吸 都曾反复联系 言语从没能将我的情意 表达千万分之一 为了这个遗憾 我在夜里想了又想 不肯睡去 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 无法抹去 为了你的承诺 我在最绝望的时候 都忍着不哭泣 接下来就是送给所有的花侨好朋友 陌生的城市啊 熟悉的角落里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相拥叹息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满天风沙里 望着你远去 我尽悲伤的不能自己 多盼望送君千里 直到山穷水尽 一生和你相依 陌生的城市啊 我在台湾等你 也曾彼此安慰 也曾相拥叹息 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 在满天风沙里 望着你远去 我尽悲伤的不能自己 多盼望送君千里 直到山穷水尽 一生和你相依 唱完了 唱完了 不是 它就把自己唱哭 我也要被它唱哭了 选完之后 选完总统之后 很多人都说 我再也不要管政治了 我再也不要碰政治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可是 可是 不要放弃我们 好不好 不要放弃 因为我们都没有放弃 我们都还在这边 所以各位华侨的好朋友 有空真的要回来看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在等你们 每个人都没有放弃 第一个人都没有放弃 我自己在这边 我一个人都没有放弃 但我都没有放弃 我自己在这边 我以为这个文化